大家好,我是Stan 女团Lovelygy出身的Gin 因为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上传了有关idol们恋爱的Q&A影片 而遭到了很多网友们的批评 导致下架影片并上传了道歉文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内容 有关恋爱的Q&A最多 我会尽可能的诚实回答 idol怎么谈恋爱,被发现的话会怎么样 大家,不管有多忙有多累 想要谈恋爱的人还是会偷偷谈恋爱的 出道几年后,不是因为恋爱导致出什么事的话 公司也不会去阻止 粉丝们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公司顶多会说自己注意不要被发现了 但是练习生的时候因为是准备出道的时期 所以我有看过被发现后练习生被淘汰的情况 音乐节目休息时间会有互相中意的情况吗 在音乐节目打歌活动的时候 会有很多机会与别的歌手们接触 回归第一个礼拜 一定会将专辑送给正在活动的idol们 有时候会在这时看上彼此 然后节目结束后 为了向节目制作人打招呼的时候 会在走廊等待 在那里也会看上演 idol圈真的很瞎展 所以我看过很多看上一个人的话 就拜托熟人接受的情况 然后就是偶像运动会 相信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 对的 那里真的是idol们见面的场所 互相传递眼神 然后传递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 这个影片马上就在韩网掀起了热议 但可能是因为负面的评价越来越多 所以经下架影片后上传了道歉文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不畏同对的成员们着想吗 大家应该都会觉得 你的周围应该才会这样的吧 不再做idol的人 为什么总是喜欢说这些话呢 说实话粉丝们会不知道吗 只是装作不知道而已啊 看留言区后吓了一跳 就这种程度的话也不能说吗 这不都是大家知道的事情 你们为什么这么不高兴呢 都知道 但真的是没必要的发言 就算有很多人留言问这个 你也可以适当的筛选一下吧 活动的时候绝对不管说 现在开始youtube了就不管了是不是 反正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的内容 所以为了剥夺眼球观看次数才这样的 你成功了 我觉得没什么呀 只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情 从idol口中说出了而已 你们为什么都这么生气了 我是别家粉丝 但是希望不要再说这些主题了 自讨苦吃 所以对于劳伯利姐金的发言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因为各种嫌疑被判一年六个月有期徒刑的Signy 即将刑满出狱了 今天根据媒体报道 在一审的时候被判刑了三年 之后上诉二审被减刑了一半的Signy 将在2月11号刑满出狱 而目前韩网最关注的是 Signy能不能付出演艺圈这个问题 对此演艺圈的相关人士表示 因为Signy设计的负面新闻太多 不好的影响太大 所以基本上是很难再付出了 但是因为也是有很多艺人犯了比较严重的罪后 重新付出过 所以现在很难判断 所以对于Signy即将出狱 以及会不会付出演艺圈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2022年红遍韩网的女团个人part LOVE DAIVE 阿伊布 张文荣 TOMBOY 女性爱的 MINI DADC DADC DICE あと 就像以前的飲食 我最期待啦 我最期待啦 哔vä哔vä 酷子 酷子 就是我 和很多 我光充花 吃了 就有 因为我最低 啊 很酷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